好,謝謝,那請主席幫我恭請沈署長還有我們水利署的吳副署長 好,我們請沈署長還有副署長 陳委員你好 那,署長辛苦啊 那因為本期也非常關心 整個現在目前全球暖化 大氣變化,當然我國也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尤其這段時間,包括報章雜誌媒體以及所有的百姓 大家非常關心,現在目前幾乎台灣已經要進入所謂的旱災了 那這個疫情事實上,我們全國的老百姓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那當然就是說,本期依照所了解 現在目前我國面臨是十年來最嚴重的缺水危機 那前台它的水庫的蓄水量嚴重的不足 那甚至於我們馬總統以及包括昨天我看到TPBS 包括那個經濟部的司部長還有農委會的陳主委都親上火線 向台灣老百姓來做一個說明 那甚至於總統還親自來主持所謂的跨部會的抗旱會議 那顯示有關於水資源的問題,現在目前是台灣非常日益嚴重的一個問題 不僅是要治水防洪,更重要的是如何來節液來抗旱 那當然本期也繼續收集了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本期從那個氣象級那邊得到一個資料 他說台灣過去幾十年來,平均的降雨量是2500毫米 那等於喔,注意聽喔,等於就是說一年的總降雨量超過900億公噸 但是我國我們本身一年的用水量也不會超過200億公噸 那等於就是說用水量不及降雨量的四分之一 但我要請教一個問題就是說到底這問題出在哪裡 既然就是說我們一年的降雨量達到900億公噸,那我們的用水量才200億公噸 所以說他用水量不及降雨量的四分之一 那結果現在目前還會鬧旱災 當然我希望這個機會,不管是看署長要答戶,還是我們副署長答戶喔 是不是能夠向本期做一個說明? 好,是不是請吳副署長來說? 好,謝謝 包括陳委員,陳委員的這些數字都是非常的精確 那麼台灣的本島所有的水資源總降的體量體積是900億噸 但是一年的用水量大概在180億噸左右 那麼這樣的一個水資源為什麼會留不住?我想最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台灣的河川都非常的短促,坡度又很陡 所以這些河川的水幾乎是下來之後 在一天到三天之內大部分都流到海裡去了 那麼這樣快速的流動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蓄水設施,水源設施很嚴重的不夠 在這裡跟委員做個報告 台灣地區所有的水庫全部把它蓄滿一次 能夠蓄到的水資源是19億噸 19億噸 只有我們一年用水量180億噸的大概10.8個person 但是我們臨近的國家以日本跟韓國來講 他們的水庫蓄滿一次大概可以蓄到300億噸 大概是他們全年用水量的30%左右 所以我們國家的水資源設施是嚴重的不夠 所以我們沒有地方把這些水流注下來 這是目前台灣水資源經營上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們未來必須要走到用水的回收 或者是其他各種方式來彌補這個部分的不足 謝謝 那等於簡單說就是說 蓄水設施包括水庫的部分嚴重不足嘛 那剛剛你像本期答覆的過程當中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蓄水量等於佔10.8%而已啦 用水量的10.8%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齁 那當然就是說 問題是出在就是說 我們本身政府單位該如何來處理啦 因為你既然已經知道 現在目前水庫嚴重不足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能夠有什麼方法 能夠來解決 就好比現在目前大家非常關心的美濃水庫這個問題 當然本身假如說要蓋水庫 蓋在民眾的鄰居 當然有很多的鄰居他本身他會不同意嘛 當然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政府本身也應該有所魄力的展現 假如說應該為了整個台灣能夠永續的發展 永續的生存 當然必須要有解決之大嘛 不能夠就是說因為民眾稍微反對抗爭的話 然後我們政府機關就馬上縮頭縮尾 這樣情況之下 事實上台灣大百姓真的也不能夠接受啦 那尤其現在目前鬧汗災 結果現在目前要陷水 當然也引起很多民眾大家會非常恐慌 當然我也希望這個機會要具體來建議齁 我們水利署這一邊齁 當然你們本身也要有一套方法出來啦齁 該如何跟民眾來做一個溝通以及協調 讓所有的一些蓄水設施 能夠一做一做的蓋下去 那這樣的話將來才不會所謂的鬧汗災 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十八號委員的指教確實是我們台灣的水資源未來要走的一個方向 那麼水利署現在第一個重點是我們怎麼樣維持台灣所有的水庫有好的庫容 也就是說凡是漁機的水庫怎麼樣來加速清淤 能夠讓它或者是排煞的功能提升 讓它能夠永續的使用這些水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必要增加的水資源我們還是要努力的去推動 就像是我們現在雲林的湖山水庫大概預定在103年就可以完工 我相信對雲林地區的抽取地下水的改善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另外我們在南部地區也正在推動高坪大湖就是激昂人工湖 那麼像這樣的人工湖泊也是如果在新建水庫有困難的階段 事實上人工湖泊的蓄水是一個必然要走的方向 那麼接下來就是有關於地下水地表地下水的聯合運用 現在濁水溪跟高坪溪都正在朝這個方向來沿泥 就是多餘的這個地表水不要讓它排到海裡 能不能加強地下水的補助 而在我們枯旱季節的時候能夠增加地下水的抽取 這樣的一個精密的管控 或許能夠帶給我們水資源更多的方向 那麼有關於生活污水或者是生活污水的回收 或工業汇水的回收 水利署這兩年來也做出了一點成果 像台中的福田污水處理廠的水 那麼就打算回收提供給一些鋼鐵用廠的一些冷卻的用水 那麼南子加工區的汇水回收也已經證實了 汇水回收處理的結果能夠不輸給自來水的水質 那麼這個部分已經讓南子加工區的廠商 幸福願意使用每天產生的1800噸的回收的水 這些都是水利署現在正在執行中的一些計畫 謝謝 好謝謝 那因為剛剛從那個武務署長裡面的打選的過程當中深切了解 水利署是真的有在做事情 遼魯執掌 但還有一點就是說 本席對於水利署他本身的努力 就用這個機會表示肯定 但是還有很多美中不足的 包括那個石門水庫以及烏山口水庫等等 好像是疫情非常嚴重 到目前為止好像是處理疫情的成效 不是非常的顯著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也再次來請教武副署長 那你將來該如何處理 包括委員 委員特別關心這三座水庫水利署都已經有具體的方案 我一個一個跟委員做報告 但是很簡短 那個副署長 是 因為依照本席曾經有到那個石門水庫現場去勘察 勘察過 就是說發覺他本身你們所要用抽的方式 事實上是緩不濟集 那我希望能夠引進更科技的方式 看是不是能夠 真的確實把那些疫情能夠處理掉 那不然的話你每天抽的那些量相當有限 再加上浪費很多的一些所謂的政府的預算以及資源 那所以說本期用這個機會 也點出這個問題 希望你們能夠去了解 第一個石門水庫已經準備採用跟日本同步的最新的技術繞道排沙的方式來進行 那麼這個規劃會在今年底完成 預定年底就可以報行證明來爭取預算 那麼這個繞道排沙就是把上游高濁度的泥沙直接排放到水庫的下游 未來對水庫的泥沙的改善至少能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功能 能夠排到下游去 那麼烏山頭南化跟曾文水庫 那沒有關係我再請教一下署長一個問題 那當然我今天的機會也拜託那個我們那個水利署這邊 針對我們彰化地區目前他也缺水會非常嚴重的部分 也希望我們水利署這邊能夠關心 那我再來我也請教一下那個署長 依照我剛剛從這個有關理這一次的那個環境試驗部裡面的草案裡面去了解 那他整個組織的架構 他行政院是規劃所成立的環境試驗部裡面 除了農業用水 剩下的包括有關理水試驗單位都歸環境試驗部來管理 因此也移入很多的單位 包括農委會的林務局以及所屬 林業試驗所 還有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水土保值局及所屬 內政部的營建署及國家工人管理處 經濟部的礦業及水利署及所屬 地址調查所及自來水公司 還有交通部中央氣象及所屬 還有退伍會森林保育處 那我請教你 因為這裡面有涵蓋有五個部會的相關機關 有的是有專業的工程單位 包括有水保局、水利署、下水道工程處 那未來 假如說你擔任所謂的環境試驗部的部長 那你未來要如何來指揮協調 您這當然是個假設性 對 我想你應該當部長沒有問題 我說這將來的部長 他要如何去協調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東西對部長都是一個挑戰 因為牽涉到那麼多的專業 對 還有牽涉到工程背景 所以我們在裡面他有幾個協調的運作機制 在我們這裡面的話 他會有幾個任務編組的會會出來 第一個就是 部長我請教你 你本身是不是協工程的 是 你也協工程的 是的 我這樣 那因為我看你的組織架構裡面 將來是兩證一長次 那當然本期是非常關心 包括現在目前有鬧漢災的情況 那所以說 我是據你這個建議 你將來不管是在正次或者長次 希望能夠有一個所謂的從事水利工作的 所以他將來能夠統籌去調配 包括跨部會的農業用水 以及水資源的部分 能夠有專責的一個長次級的 等於是副部長級的 能夠來協調來統一來指揮 這樣的話對於將來有關於水資源的應用 應該是有所幫助 所以說本期就有機會 向你做一個建議 因為整個水資源的保育非常重要 對 所以說將來希望有一個長次 有一個副部級的 那你來我再請教一下那個 那個署長 是 因為本期非常關心整個所謂的下水道 當然下水道包括 雨水下水道 霧水下水道 因為我來自基層 我曾經也擔任過基層的鄉鎮縣市長 那當然有關於這個下水道的工程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我發覺就是說 現今有關於下水道工程處 有一點被邊緣化 因為今成以後 它等於是好像是一個氣因一樣 到處沒有人重視 但是本期那時候當天彰化市長的時候 發覺下水道非常重要 那所以說光是把整個彰化市 等於下水道整治以後 彰化不會淹水 那所以說下水道的部分 我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提升為所謂的三級單位 因為我剛剛看到 我們環境事件部裡面的組織裡面 它好像是不是三級單位 那等於也再一次的被邊緣化 再一次的被不被重視 那所以說本期點出這個問題 也希望 在有關於整個組織架構的部分 在下水道這一個區塊 希望能夠保留來做一個協商 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 是 那所以說我今天的機會 還是請你做個建議 因為事實上不管是 以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 對整個都市的發展 它是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塊 那所以說我今天的機會 也希望我們未來環境事件部的審部長 多加的重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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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